臨終解剖 在今天如果死亡是因為某種需要經過追查的情況下 才能夠找出死因的話 這樣醫院當局通常會為死者解剖來找出死因 而死者的親屬經常反對解剖 他們認為這樣就會蝕逐死者 而且使得屍體支離破碎 在佛教的觀點裡 這種做法是沒有違反教義的 事實上 假如解剖能夠幫助醫藥專業人員 找出疾病根治的方法 在佛教來說 這樣是值得表揚的 前面已經說過 人體死後 只不過是各種元素的分解過程 因此 如果屍體被用來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 是不會干擾死者的靈魂的 而且這種說法 也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應該信任醫生和各種醫療輔助物 相信他們的崇高工作道德和責任感 相信他們會對所解剖的屍體 至於最大的敬意 而好好處置遺體 因此 死者的親戚朋友 對解剖這個問題 不應該過度擔心 在生活裡 其實有些人 是祈求他們死後 將他們自己的遺體 捐給醫院學系的學生 去研究解剖學 這種死後捐軀的做法 佛教是會給予最崇高的讚揚的 因為死後 將身體的某一部分 捐給醫藥研究院 是能夠為及眾生 佛陀生前 就曾經在很多場合裡 將他的身體捐出來為及他人 他將他的眼、血和肉身捐出來 而且在某個場合裡 他甚至於犧牲了自己整個身體 來拯救其他人 佛教真正體認到 將身體主要的器官捐贈給其他人 以為及他人 是一件值得鼓勵的崇高行為 自然而言 又爭職 雖然叫做隱様 操作 雙手 雙手 甲 雙手 成功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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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